哈囉大家好 我是Shane 現在時間是 2022年3月26日的凌晨12點 快半24分 現在人在底特律 現在非常的緊張 因為 明天 就要動人生 第一場 全身麻痣的手術 平胸手術 Top surgery 現在的感覺非常的 非常的surreal 有點不真實的感覺 因為一直想做這件事情 想很久 從一開始找醫生 自己找醫生 然後慢慢咨詢 走到這一步 至少 有 快一年了 就覺得 哇 終於要 做這件事情了 我想拍這支影片 因為 我覺得 網路上 我看到很多很多分享平胸手術的影片 但是很少是 有 外國人在 美國做平胸手術 所以 想 記錄一下 自己 這支手術的過程 然後 因為現在已經過了11點了 所以 所以 所以我現在是不能喝水 也不能吃東西 然後呢 我在 手術前 大概3月初的時候 我有做一個 pre-up appointment 然後 拿到這個 這個是手術前一晚上洗澡的時候 然後 要用這個 洗 要手術的部位 我拿到兩個 一個是前一晚上用的 一個是 手術當天早上 也就是我等一下睡完就要起來早上 要用這個再洗一次 然後 不能尿尿 因為到那邊他 他可能要 要 要讓我 在 在那邊 所以他就會早上起床的時候 不可以上廁所 好 很緊張又期待 給你們看我的貓 總是喜歡湊熱鬧 好 現在時間不早 我們就 去休息吧 手術當天見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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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今天剛 做完手術 大概下午 下午一點半結束了手術 然後 拖到了大概 四五點才 離開醫院 我從麻醉醒來 需要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 五六點才回到家 然後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 我現在才發現我摸這邊我完全沒有感覺 這邊在手術前 醫生有給我 在胸前畫一些marking 現在 下面是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這是我的斑一點 類似素胸的感覺 早上起來的時候 都要帶著他 但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可以帶可不帶 我還有 兩個 這是 引流管 你看 引流管 這是一遍 這邊剛 清過 然後每一次 清完血水之後的 都記錄一下流量 然後每個引流管他都會給我佩戴一個這個 好像是記錄說 記錄引流管引流的情況是怎麼樣 然後另外一邊也一樣 也是剛清過 呃 止痛藥 每三個小時吃一次 不太確定 晚上睡覺時間 期間要不要中途起來吃 今天就 先中 先中途起來吃看看 如果 以後沒有需要的話 可能就可以 比較到天亮 很感謝 很感謝我的同事 CHA帶我去醫院 然後也帶我回家 今天他會在我家 睡地步 他現在上廁所 才不方便跟大家露臉 今天就是 很累 想睡 好等一下 吃完飯已經吃完止痛藥就直接睡了 那先這樣 拜拜 哈囉大家好 今天感覺比較沒有像昨天一樣那麼累 昨天剛從 手術室 起來的時候 一直很想睡 很懵 因為還在麻醉 然後 今天已經 麻醉已經完全退了 我今天早上試著自己 自己 做飯 然後 結果今天還洗得澡 對 我可以洗澡 我給大家看一下現在 傷口的 樣子 OK 我剛剛已經把這個 binder 拆下來了 他的作用其實不是 樹胸 而是 在早上的時候 我可以戴著 一面 不小心撞到 或是碰撞什麼的 這邊有海綿 他可以緩衝那個撞擊 現在就是我傷口的情況 其實 這邊 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 這邊是膠帶 也就是說 他就相對於是 樹胸的效果 把我的胸部整個 覆蓋住 所以 我也可以洗澡 只是我洗澡的時候 要盡量 要小心 不要讓水碰到這裡 還有碰到這個 機器 我現在不會痛 但有時候睡覺起來 左邊這邊 乳頭的地方 會有點刺痛 這樣子 我覺得感覺是好的 因為他 其實基本上 把整個胸部組織 拿掉之後 他的 神經元要重新連接 所以如果感覺的話 應該是好的 但我右邊這邊 就沒有什麼感覺 差不多就這些 好 那我們 下一次 再見 哈囉大家好 我昨天一整個晚上都沒有 不用止痛藥 然後 早上起來都沒事 早上 我已經可以自己 做早餐 然後我甚至還去丟了色 我可以用力 而不是說 我上半身都不能用力 然後 我之前說錯了一個 我以為他是拿來檢測引流管的 但不是 給你們看 這個管子 他的這個線 是沿著 這個貼布的 我這邊有兩個貼布 各照著我的乳頭的部分 然後我上網查了一下 發現他這是 負壓治療的 一個療程 他專門用來治療 皮膚燒傷啊 或是皮膚表面有 深度在兩公分以內的傷口 然後他的原理就是 他可以把那個組織液吸出來 然後也會把裡面的細菌 或是不好的東西 吸出來 然後讓他跟 傷口保持分離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是 他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幫助恢復 我就覺得這個很 很神奇 因為 這個之前在其他的影片都沒有看過 所以特別拍了一個 片段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先這樣 掰掰 然後 去看 小心 再看 HELLO 大家好 現在已經是手術後第15天了 我其實在4天前就已經打管了禮拜三的時候 現在是禮拜天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是怎麼樣子吧 好的 現在可以看到管子都已經拔掉了 乳頭的部分是用這兩個貼布貼起來 這兩個貼布有點中藥的味道 然後這邊等這個結的夾自己掉下來 不可以去動它 然後這邊呢 因為在吃膠帶的時候 就先把它弄下來 所以吃下來就會像這個樣子 傷口就這樣 然後之後要做後續拔 的保養 然後這邊這個Finder呢 醫生說帶到禮拜六 也不是昨天之後就可以停了 所以我之後就不會再需要到這個 但其實呢 我從前都沒有好好帶 噓 好的 就是這個樣子 喔對 醫生還有說 我可以開始做拉伸 復健的動作 然後讓自己的伸展性 特別是 在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會感覺到這邊 還有這邊 有拉扯的感覺 要避免傷口沾黏的情況 所以要 經常去動它 而不能說 就這樣放著不動 打一盒 下一次見醫生是三週之後 我想這段影片就是會是這支影片的結尾 這支影片專門是來記錄我這次平衡手術的過程 那如果有人對比方說手術的費用啊 如何找到我現在這樣的醫生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有任何其他問題也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來一一回答大家的問題 好的 謝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有機會的話 下次影片再見啦 掰掰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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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